自推出以来,英雄联盟始终保持着每两周进行一次更新的节奏 旨在维持游戏的公平性 设计团队通常会根据全球各伺服器的数据与英雄表现来决定哪些英雄需要增强或削弱 然而,最近的改动方向显示 中国伺服器的数据将在未来的版本更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英雄联盟设计师Freak在14.12版本的预览中提到 由于中国的英雄联盟玩家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玩家总数的一半 因此,平衡团队将会更加注重中国伺服器的数据 作为游戏平衡调整的重要依据 这一决定基于中国玩家数量的庞大 以及其在游戏生态中的影响力 Freak具体决定说明了这一改变可能带来的影响 例如,凯特林在西方国家的伺服器中经常被封锁 但在中国伺服器中并不常见 而肉依在中国伺服器的金融率高达50%以上 因此,如果将中国的数据纳入考量 肉依将可能被削弱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讨论 有玩家认为,这样的改动方向是合理的 因为中国玩家的数量和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也有玩家质疑为何这一决定现在才做出 认为中国伺服器的规模早已庞大 应该更早将其数据纳入考虑 不少玩家对此表示期待 认为这将使英雄联盟的游戏体验更加公平 有人笑称这是真正的定制版本 也有人担忧这样的改变是否会对其他区域的游戏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无论如何,Wire Games强调 这一方向的调整是必要且合理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玩家全体的现实状况 提升游戏的整体平衡性 未来,随着玩家的反馈 这一改动将持续进行评估和调整 以确保所有玩家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游戏对战环境 大家对这个方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